這遊戲的名字叫 地下室1997 劉伊斯做的 請看左滑鼠 哇靠這畫面怎麼這麼的 近啊 它畫面就是那種4比3舊畫面 它是不是有點想要模仿 真實感 怎麼開門都不交啊 欸我走到這扇門前面有一扇隱形牆欸 可以蹲嗎 也不能蹲 畫面好近喔好暈喔 欸不對我是被囚禁了是不是啦 熊先生要來了 欸 哪有地方躲啊 阿里布達的game 欸換地方勒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這遊戲多少錢 讓我有個心理準備 100 失蹤兒童 他這個遊戲的名字叫地下室 所以我就是其中一個失蹤兒童 所謂熊先生就是誘拐誘拐啊 然後這個遊戲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追趕要素 因為我完全不能跑 有點在探索 廢棄房屋的這種feel 這種feeling 找到key開藍門 看不懂 好像牆壁後面的家具有一條小路欸 稍微記一下放在腦子裡面 喔好大一把key喔 你看 哈哈 雖然不會發光啦 這下癮方式也太渣了吧 屁 沒東西 我希望物品還是會發光會好一點 看比較清楚 希特勒 他用的那個臉說不定是真實的誘拐犯的照片也不一定啊 你們怎麼知道 對不對 有了 然後等一下還會再跳出一次 噔噔 有音樂囉 氣氛開始不錯囉 應該沒東西了吧 應該沒東西了吧 怪物 怎麼會是那種 垃圾2D畫面欸 蛤 收集有顏色的金字塔 蛤 要跟我說我花了一百塊買了垃圾 你願意和阿金一起住在這裡啊 我還不想要跟你一起住 你自己一個人來住 他媽用臉開門欸 嗯 嗯 哪裡阿 我只看他有字 但是我根本沒看到東西在哪裡 蛤 蛤 這是什麼事阿 他媽什麼 什麼條蛋給你拿 搞得我好混亂啊 這邊應該有一把綠色鑰匙欸 唉唷我眼睛好痠喔 你到 喔那張圖真的有他的意思在啦 然後勒 呵呵 你到 喔這些房子其實改造的 蠻可怕的欸 而且隔出了很多隔間 然後小孩子關在這邊這樣 想是這樣想阿 但是嚇人的方式實在是太蠢了 嗯 電視機下面有寫 撿起了照片 好像也沒辦法看自己到底撿到了什麼 有人站在門旁邊 什麼東西史密斯阿 有人站在門旁邊 喔 又管飯阿 熊怪始祖阿 是不是阿 你就這樣直接出來不就很好嗎 幹嘛要在臉上貼一個2D圖阿 來台灣卡祖阿 哇啊啊啊啊 這樣在幹嘛 多此一局 我是覺得這個遊戲 阿 有鑰匙 theater 好..好難找喔 畫面想要用真實復古風 但是 手電筒跟他轉的方式實在是有點雞掰耶 這手電筒還可以看到他的底部 你看 這甩屌是不是啊 而且這扇門 剛剛到底存不存在啊 這個區域我有找過啊 這什麼東西都沒有 笑什麼啊 我現在正在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你們在玩這個遊戲 要耗多少精神嗎 不准笑 將心比心 人物模組其實蠻棒的吧 因為是UV4的關係 他也真的會走過來耶 我就站在那邊我看會發生什麼事 結果什麼事也沒發生 嘿嘿 熊先生 而且綠色在...啊這裡啊 現在熊先生不再是2D圖了喔 他現在還是會是3D的狀況出現 等一下他就開始飛起來了喔 飛到你的頭上面 拉一頭死在你頭上 你們信不信 啊這房間要幹嘛啊 這是幹嘛用的啊 這是要做體操那種還是要把小孩掉在上面啊 這裡 這裡 鑰匙在這裡 靠你媽的 發個光啊 怎麼玩啊 這樣子會讓我想到有些遊戲對不對 他想要凸顯他的劇情 他的故事 還有他的畫面 但是又很... 詭異的 把過關的重要道具藏在一個... 很難發現的地方 那這樣是不是就本末倒置了 因為你找不到重要... 重要道具你過不了關 那你就怎麼會有心情去體驗劇情 體驗什麼小東西咧 白癡嗎 連耐心都沒有了 altro 這邊還有一扇門沒開欸 ut 旁邊怎麼那麼讚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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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到底是鬼怪還是真實恐怖啊 糾假 糾假超商 糾假超市 我覺得我現在一直在房子的邊邊圍牆 就是外牆內牆 中間有一個縫隙 有些房子是這樣蓋的我不知道為什麼 故意要留下來做密道 做逃生通道或者是做壞事用的 還說舊房子都是這樣 喔 是熊先生嗎 阿 阿他就從這邊走出來阿 他剛剛就在這邊一直在等我就對了 他等了五個小時我終於下來了 他很高興 他佈置了謎題 終於有人找到鑰匙了 哇好亮喔 終於 好多手術用具喔 他是不是在這邊把小孩子做成 把一個小孩子做成了五個小孩子 欸我 欸我過來了嘛 這原本是要用第五把鑰匙開的 原本是要用第五把鑰匙開的 這邊阿 現在他們是我的了 Skutti 每一台電視都代表著 一個小孩子啦 這可能是 怎樣 把靈魂砍入電視裡面 阿這個男的是誰 這是 犯人嗎 管經 傳送囉 改造成電視也太豪小了吧 欸 在哪裡阿 欸幹我怎麼有模組阿 喔我現在是主角 找到剩下的靈魂 我的頭好凸喔 可以不要嗎 我可以來一個傳長的角色嗎 喔哇好兇喔 雖然頭上沒有幾根毛 但是 我還是很兇狠的 帥喔 我雖然這樣看他 我說他很帥 但是我不想變這樣 誰說我禿頭盡 我揍死你 我跟你講 你是撿到槍喔 他媽的開門還是這種笨蛋方式 在幹嘛 我把他靈魂吃了 從我的胯下吸收 是這個樣子嗎 有些門還是不能開阿 那麼黑的地方戴墨鏡 品味 帥氣 這個人要收集靈魂 就在那邊散步喔 好恐怖喔 你看 小孩子好可憐喔 就被這樣抓走了 好邪惡的遊戲喔 雖然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抓些什麼東西 欸 他把小孩子的屍體藏在TV裡面 欸 逃出去吧 我已經了解了 要逃出去啊 我還是不能跑 那我要 幫這些小孩子收屍嗎 好像天亮了耶 逃出去是哪還在 這在嗎 哇 作者名字出來了 結束了喔 真是一場恐怖奇怪的噩夢 靠你媽亮到我要瞎了 這個門的顏色不是跟剛剛那種差不多嗎 這類的按鍵還不少 很多阿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而已 而且還有一些沒有被偵破的 地方阿 等等這不是剛剛那個 這不是又是地下室嗎 我沒有地下室了 那邊有個東西 只是一場夢 所以地下室是我在做夢 再出去一次 什麼 講完 不是 不是 是 這遊戲他雖然是用U.E.S做的 但是整體的劇情氣氛那個表現 簡直跟駝屎一樣 最後他想要來一個驚嚇 小時候門關起來然後出現一條字幕跟你講說 有人從正門進來了 我們一直看著那個正門門開了OK沒有任何東西衝進來 那這樣子恐怖感在哪裡 然後這整個故事是在說熊先生沒錯嘛 但是鑰匙很難找然後 手電筒很黑 你整個地方就是走走走到有點頭暈然後不知道在哪裡 遊戲進行方式很單純但是東西不好找 你就是找到四把鑰匙在整個房子裡面繞一繞去 然後開門 劇情就會自己進行了 你們覺得這遊戲怎麼樣 這遊戲要100塊 110塊 我覺得有點糞 是那種無聊的糞喔 不是有趣的糞 這是真正的爛糞game 真的是臭到不行那種 太渣了這個 我先把這個關掉了 什麼爛東西啊 你可以聊 es那邊 快棄 有 我 klich